所以要开天眼 真的讲实在话 开天眼 气 你修气 还有你的本尊有没有相应 本尊要相应 跟白杜努相应 我们有这个二九九册 师尊的二九九册 有白杜努的修持法 修持法 我现在不讲 因为二九九册里面 就有把白杜努的修持法 整个通通都讲出来 你按照修持法去修法相应 白杜努给你加持 再加上这一道福 再加上你修气成功 哪能够不开天眼 这三个合一就开了天眼 气 白杜努 跟这一道福 三个合一下去 顿开天眼 你能不能应用气 在你的手指上 你应用气 在你的手指上 请来你的本尊 你手指就会跟 就会自动的 七指十算 就是这样子 神算的 他自己会动 你问他什么 他会打的 会回答的 他有记号的 现在卢书珍所讲的 对不对啊 他讲百分之百对 本尊相应 加上这一道福 如果你现在拿回去 一吃下去 你动开天眼 那表示你自己身上 已经有气 你也可以有感应 所以我告诉大家重点 你要开天眼 第一个 这个天眼通的必命符 第二个 气 第三个 你跟白度相应 这三个条件 合起来 你的天眼 绝对是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看人家修行 他们有根气的 就自然 他就打开自己本身的眼睛 就可以看得到 很多证人的 我们平时就有很多证人 起来证明 他本身的所谓的 知道 他所了解的 都可以知道 那这个也不是很稀奇的事情 那关于修法方面 我会在 二九九册的 书里面 好像是 八寻老生 笔记 八寻老生笔记 八寻老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